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称为三山五岳 千百年来 中越松山如同一位瑞士的老者 横卧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吸引了无数的帝王将相 高僧明道 文人明士 到这里游兴风禅 受徒传教 著书力说 在一年峭壁上 留下厚重的文化激励 穿过松山的奇险和神秘 速往历史文明的长河 为赠全球的少林功夫 无疑是中原文化 最为鲜艳的袈裟 迎风而立 禁令 转阳 成功